繼上條片自稱完是神龍是常百草去試毒 比起試毒我更加覺得我們根本就是求毒 要練鼓 千除百練成為百毒之王 當你想自殘仍然很低級膚淺地拿刀片吞藥丸的時候 這一篇箱我們百毒之王會怎樣做呢? 我會進去看黃金大屠玉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介劇集或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觸相關的資訊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們 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今天要說的電影就是黃金大屠玉 看看電影海報 下面出品人又是一堆APP icon 導演名不認識 但領銜主演的三大演員張建聲 呂良偉和陳寶元 三個我都認識 什麼?陳寶元你不認識? 你有沒有看過我和姜師有個約會呢? 記不記得奇諾和李維斯? 他就是奇諾 奇諾和李維斯是兩個人 我免得跟你說 再看看原來這部是一部大陸的網絡電影 叫我不要進去戲院的理由 就好像千鈞萬馬的擋在我前面 但雖然千萬人不枉耳 作為看完陶玉兄弟123的陶玉系KOL 怎麼可以放過他呢? 看完後發現原來不是我放不放過他 而是我不放過自己 如果你覺得最近諸事太順想懲罰一下自己的話 我建議你先去看完這部戲 之後再回來聽我們怎麼說 如果不是的話就起快 那又說一下故事大綱先吧 講述作為主角的張健昇 飾演中正是一個編劇 欠落周身寨的他無計可思 有一天在家裡犯夢的時候 無意發現了阿爺留下給後代的一匹黃金 但好壞不壞那匹黃金正正在監獄的正下方 走投無路唯有高空雜物為求入獄 入獄後第一位遇到女娘為飾演的蟹哥 剛好得那麼巧 因為張健昇的名字中正 跟他以前的結拜兄弟一模一樣 所以什麼都不用說就立即得到他的保護 而監獄的另一邊巨頭 就是由陳寶元飾演的大標 蟹哥和大標是兩個截然不同風格的大佬 蟹哥重情重義大標鐵碗統治 中正在半隱瞞的狀態 就得到了蟹哥的信任 讓他幫他挖出他祖家的黃金 開頭上算順利 誰知中途就被大標發現要求分一杯筋 因為挖完黃金之後 他們更要想出將黃金帶出監獄的方法 所以就訂立之後的圖獄計劃 本來想著在監獄安守本分蟹哥在監獄外的女兒突然出事 所以就想強行加入這個圖獄計劃出去看他的女兒 在圖獄的最後一刻 中正被迫面對兄弟和黃金之間只可以二擇其一的情況 然後他的結局非常貼合他的電影名字 最後真的是黃金帶圖獄 大標跌落懸崖 中正和蟹哥就安守本分回去繼續坐牢 黃金就滾出去監獄外面的海 沒騙你黃金帶圖獄 他又沒說囚犯帶圖獄 沒到咬人家早就告訴你 之後電影就已經落幕了 我覺得圖獄電影裡面大概會有兩大主體 一個就是監獄生活 一個就是圖獄方法 我們這些一般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經常對監獄的世界都有一種遐想 因為對我們來說監獄就好像一個架空了的世界 裡面會有特別的用語 特別的化質 甚至有特別的貨幣 好奇的我們可能會特地去看一些人講解 裡面的特別用詞 例如什麼叫打風 什麼叫洗太平地等等 而好像月黑高飛或者黑肉斷腸哥等等 這些電影其實都想跟我們說 其實監獄裡面的世界都不一定是窮空極惡 看著跟我們一樣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主角 如何融入監獄裡面生活 一直都是這種電影的吸引之處 然後其二就是圖獄的方法 電影很喜歡強調監獄首位很森嚴 然後很多年或者甚至從來都沒有人可以成功走出來 從而增加角色執行時有的難度 然後觀眾就期待角色怎樣天脈行兇 用一些不真實甚至違反物理的方法 而製造道具來逃出監獄 最簡單就是在日常的工具改造成為一個橙 然後每晚好像土撥鼠般挖挖挖挖到外面 或者可以亂說牙膏加可樂 拿爛那條鐵柱讓牠可以走出去監獄外面 這樣可以著火那樣可以爆炸等等 其實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我想這個世界可能只是得谷阿望會試 只要不要太離譜 大多數的手法我相信觀眾都是一樣會接受的 而一直都跟這套比較的荼獄兄弟正正就是犯了這個大問題 它不是逃獄方法不合理而是太過合理 合理到近乎隨便的程度 說穿了就是扭開螺絲然後換衣服走出門口 最瘋的是每次他們都能出去 除了第三集 而這套黃金大逃獄 用洗衣機改造變成轉探機 排污水放沼氣用爆炸炸門 聽起來其實都還好 但是電影越催近完結 它的經費就好像越來越少 特技和場景就越來越粗糙 由沼氣炸門開始那一刻 特技師也收工了 爆炸的火架也算了 差不多走到監獄外面 由水渠望出去的景色 簡直就像PlayStation 1裡面的遊戲CG一樣 現實和特技之間的縫合線肉眼可見 遠景的像素 更像電腦 因為窮買不到Graphic Card 所以唯有把Quality調到最低 Object 掉落 Texture 爛 而另一個元素監獄生活 這套電影呈現了工廠女工的賭母式拍攝 監獄蜂雲裡面的元素好像收拾一樣 塞進電影裡 舊時代重情重義的老大 利己主義至上不擇手段的打角 煙仔、水飯房、更衣室濕透的打架 條段是視墨味金牌焗斗罐頭 角色裡的黑畫描寫我可以用膚淺來形容 角色的性格是由另一個角色把口說給你聽 電影努力塑造陳寶元是一個冷酷無情 心不可測的恐怖人物 經常穿開空的衣服露出她完美的體態 暴力野獸的外表底下 她經常繞著二郎腿拿著一本看幾個看不完的書 製造不到任何劇力的反差 反而是製造了觀眾的觀感矛盾 她做那麼多事都是以暴力至上拳頭屈服的人物 看完整部電影我最記得她經常逼別人喝毒痰 蟹哥的經歷是因為她兄弟的遭遇 導致她變成一個一個兄弟都不能少的性格 就算黃金當前她仍然選擇她的兄弟忠誠 非常黑板無趣 而將現星的角色 本應她的角色應該成為我們平凡的響導 作為眼球走入監獄探索的世界 但基於進入她 因為她的名字 所以立即受到蟹哥的關照 不經任何打磨 就立即可以融入監獄生活 更不要提她那段 故意高空襲入獄的片段 令我想起《算死草》裡 基哥為了入獄救郭文輝時的橋段 片中有少數地提及其他電影的元素 例如《Prison Break》裡的角色 到後面想命名時 又提及黃金兄弟、桃獄兄弟等等 不知道她有心無意 還是真的覺得自己風趣幽默 當你做得好時 去提及別人的作品就叫做還好 但當你做到這個程度 還提及別人的作品 就難免令別人覺得你癡金腔 你可能說 為人家這部網絡電影 是不是不應該要求這麼多呢 即是別人當地 就在優浩和愛奇藝裡有得看 我姑且當它就像NetflixOrigin一樣 但大哥 我真金白銀在香港的戲院買票入場 別人的國家在哪裡上 好像不太關我的事 總括而言 我覺得電影是一部水平較低的作品 簡單一點就是蘭登大瓦之堂 如果你硬硬真的要跟桃獄兄弟比的話 我會說大概在第三集的水平左右 跟我一樣都想問張建星到底何時才坐牢的你 歡迎CLX Comment Like 和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更加可以Superfans 隨便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我是01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們 拜拜 我們核心 это